少女情怀除了失,还有心爱和情色 米妮有一个习惯,她会将自己的想法,生活中的故事录在磁带中,并将磁带藏在床下隐蔽的纸箱中 电影的开始,米妮和母亲男朋友门罗之间暧昧不清的关系,让人不禁为她捏把冷汗 果不其然,米妮因为太渴望被爱,而门罗刚好也是她唯一可以接触到长得又帅的合适人选 米妮那神经大条的母亲,在门罗提出要她陪着去酒吧的时候,静主动提出让米妮代替她陪门罗 米妮心里自然一百个愿意,两个人来到酒吧后,米妮故意的挑逗让门罗很是受用 渐渐的,两个人已经不仅仅只是在言语上调情 在米妮的引诱下,门罗很快就把持不住了,与其说是她把持不住 不如说她根本就没想要把持,但门罗心里还是害怕的 她担心米妮的母亲会看出异样,于是就和米妮约定下次见面再说 第二天,米妮特意逃学在马路边上等门罗 没一会儿,门罗开着车赶来,门罗问她逃学是否会有麻烦 米妮毫不在意的说,不会,随后门罗将米妮带回了住处 没有过多的话语交流,在米妮主动的攻势下,门罗被推倒在床上 米妮向门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第一次,事后门罗不敢相信的说 我不知道你还是个厨女,在门罗这里,米妮找到了些许自信 米妮要门罗帮自己拍张照片,她还想为门罗拍张照片 出于对这段不伦恋情的恐惧,门罗拒绝了 虽然心里有些不开心,但米妮毕竟只是一个15岁的孩子 她没有大人们的虚伪和狡诈,只是单纯的想要感受性爱和悲爱的滋味 回到家,母亲丝毫没有注意到米妮的变化 米妮很容易就蒙混过关了,她迫不及待地回到自己房间 在此代中录下,我刚才有了第一次性经历 现在我是一个成年人了,然后又马不停蹄地给自己的好朋友打电话 她害羞地让好友猜发生了什么,好友一下猜中了她的心事 米妮既感到害羞又觉得很刺激 尽管好友并不能够接受米妮和她的继父发生关系 但还是陪米妮一起庆祝她的成人礼 门罗是母亲的男友,不可能不来家里 这一天,门罗在母亲不在的时候来了家里 米妮肆无忌惮地诱惑着门罗 门罗兴奋地抱着她 就在这时,母亲突然回来 门罗立刻将她扔下,投入到母亲的怀抱 晚上米妮光着身子站在镜子前 丧气地摸了摸自己不大的胸部 捏了捏肚子上松散的肉 米妮在心里自顾自地想着 如果没有人爱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没有人关注你,没有人抚摸你 我希望自己的年龄更大一些 我好寂寞 我希望有一个人能疯狂地爱我到 如果我消失,她会去死 之后的日子 米妮总是会趁母亲不在家的时候 和门罗死混在一起 公交车上,米妮拿出录音器 无视周围人的存在 大声地说 我现在脑子里想的全是姓 门罗又高又壮 她有一双肌肉线条分明的大腿 以及充满男子气概的胸膛 至于我自己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人 但是我的确感觉有些东西变了 或许是气场吧 而且好像别人也注意到了 门罗不是米妮唯一的男人 很快米妮就勾搭上了班上的一个小帅哥 男生金发闭眼 一看就是受尽女生喜欢的类型 母亲只顾着和门罗谈情说爱 米妮这儿所有的变化她都没有发现 母亲甚至会毫不避讳地和门罗在客厅调情 这天米妮照常去了门罗家 门罗在和米妮发生关系后 向她提出结束他们这段不正常的关系 米妮像一个吃不到糖的孩子 表现得异常生气 她不同意门罗就这样决定了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但门罗只把她当作孩子 根本没有想过她会有什么感情观 不久米妮放学回家 看到母亲一个人在厨房案子伤心 原来是因为门罗很久没有来家里 母亲认为是自己做错了 但米妮知道 门罗这么做只是为了躲她 不管是为了母亲还是为了自己 米妮都不得不采取行动 她用自己的打字机给门罗写了一封信 然后将信夹到门罗的车上 看到信 门罗心中一慌 眼睛开始四处巡视 发现米妮不在这儿才松了一口气 结束与门罗的关系 米妮又开始了无聊的学校生活 放学回到家 米妮的父亲打来了电话 父亲照例询问了她的成绩 米妮撒谎说自己考得还不错 其实她已经快要被退学了 父亲想要接米妮来纽约和她一起生活 但她并没有答应父亲的提议 深夜 久未回家的母亲终于回来了 她是带着门罗和自己的几个朋友一起回来的 因为今天是门罗的生日 他们几个一起为她庆生来着 米妮听到声音下楼查看 其实米妮早就知道今天是门罗的生日 她为门罗精心准备了生日礼物 但喝醉的门罗当着母亲的面 对米妮说了一些暧昧的话 米妮看到母亲突变的脸色 也不敢再待下去 赶忙上楼回房间了 米妮回到房间 就将礼物扔进了垃圾桶 第二天回到学校 米妮主动搭讪了班上的小帅哥 两个人还借机洗了个鸳鸯浴 米妮的主动让小帅哥有些吃惊 放学回到家 米妮故意将自己脖子上 欢爱的痕迹露出来 门罗看到后 毫无悬念地吃醋了 隔天 门罗直接驾车杀到米妮的学校门口 当着小帅哥的面带走了她 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但他们的关系始终是见不得人的 患得患失的感觉 让米妮不得不正视他们之间的关系 可就在她想要和门罗谈谈时 门罗却只是一味地逃避 他们不断地争吵 可看到米妮蜷缩在床边哭泣时 门罗又忍不住走上前抱住了她 米妮将自己和门罗的事告诉了好友金敏 两个人在米妮的床上疯狂舞动 然后痛骂门罗这个老男人 米妮打算彻底告别门罗 而另一边 米妮和小帅哥之间也出了问题 米妮对性的理解和渴望已经远远超过了她 小帅哥被米妮的热情吓退 米妮只能败信而回 回到家 米妮看到母亲竟一个人躺在地上 她赶忙跑过去唤醒母亲 还好她只是喝醉了 米妮从母亲的朋友口中得知 她被图书馆开除了 失去工作的母亲 开始整日在家酗酒 就是这个时候 米妮和金敏相伴去了夜店 金敏为她化了个浓浓的夜店妆 米妮在这里认识了金发美女赫斯特 赫斯特想诱惑米妮和她欢好 好在米妮这方面还比较懵懂 并没有给赫斯特什么回应 夜店里 米妮学着妓女走着妖娆的步伐 勾引灵桌的男人们 没有哪个男人会拒绝主动的女人 她们在夜店度过了一个荒唐的夜晚 回到家躺到床上 她们开始后悔自己的放荡 于是两个人约定不再做这样的事 不久后 父亲约米妮和妹妹格丽特见面 在聊天的时候 格丽特不小心将母亲失业的事说了出来 父亲原本就对母亲很不满 现在她又没了工作 父亲更加认为 母亲根本就不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听到父亲对母亲的斥责 母亲打断了父亲的话 在她心里 一直都想要成为和母亲一样的人 她不能接受父亲对母亲的诋毁 最后 米妮向父亲提出 希望她可以帮帮他们 父亲没有立马答应 她直言 让母亲亲自和她说 结束了这场不愉快的见面 父亲将他们两个送回了家 没想到门罗也在 门罗肆无忌惮地躺在沙发上 父亲不想和门罗多说什么 只留下一句让母亲联系她就离开了 青春特殊的敏感 让米妮的情绪变化无常 唯一和她作伴的 就是她的漫画和录音 这天 母亲收到了父亲寄来的支票 拿到钱的第一时间 她就叫了一群朋友来家里开派对 男男女女在米妮的家里 又是喝酒又是热物 派对上甚至还有药品 在药物的作用下 米妮和金米 门罗来了个三人行 等到第二天清醒过来 米妮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中 脑海中充满情欲的画面 让米妮感到恶心 但门罗和金米对这件事 都表现得十分平常 很快 米妮和门罗的是被母亲察觉 母亲气势汹汹地找到门罗 最后却被门罗几句话哄好 而门罗对母亲说的所有话 都被门外的米妮听得一清二楚 事后门罗找到米妮 要结束他们的关系 米妮流着眼泪靠在门罗的肩膀 门罗依然没有抵抗住诱惑 再次和米妮发生了关系 回到家 米妮将自己的身体放在浴缸中 一边哭一边想着和门罗之间发生的一切 最后 她还是忍不住哭出了声 哭声引来了妹妹的询问 却被米妮用脏话骂走了 米妮将自己浸在水中 好像那样 她就可以逃避所有的不开心 来到学校 米妮向同学要了一些毒品 然后逃课去了门罗家 想和门罗好好谈谈 她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 不能只是门罗单方面决定 她也应该有发言权 米妮拿了提前准备好的迷幻剂 让他们吃下迷幻剂 幻觉灌满狭小空间 门罗仿佛看到世界末日 脆弱地抱着米妮 蜷缩地像个孩子 不停地对她说我爱你 当米妮听到门罗的表白时 没有喜悦 没有感动 没有欲望 而是趁着她洗澡的空隙逃走了 回到家后 米妮换了个浓浓的妆 然后和金米去了夜店 在那里 米妮再次看到了赫斯特 她主动走上前和赫斯特打招呼 赫斯特一直都很缠米妮的身体 可到了最后一步 米妮还是退缩了 她回到家 想要停止自己疯狂的行为 却在进入房间的那一刻 看到母亲坐在自己的床上 床上散落着许多录音带 她所有的秘密日记都被母亲知道了 母亲最关心的 还是她和门罗的事 她先是禁止米妮出家门 然后找来了门罗 当着米妮的面 要求门罗娶她 门罗信誓旦旦的承诺会娶米妮 但米妮却十分抗拒 她不爱门罗 她只不过是她迷茫时候 被消耗的物品罢了 但母亲根本不听米妮的解释 最后米妮只能选择离家出走 她找到赫斯特 和她一起逃离现实世界 在酒精 毒品 不分昼夜的派对和摇滚乐中 度过了一段放肆的生活 直到赫斯特将她带到了一个男人的家中 想要用她的身体换点零花钱 米妮才终于意识到这一切有多疯狂 米妮狂奔出屋子 冲进路边的电话亭 贪坐在里面失声痛哭 最后米妮还是回到了家中 与母亲的相见没有过多的言语 只有无尽的泪水 和母亲和好如初后 米妮就开始继续自己的漫画创作 这一天 米妮与很久不见的门罗在沙滩相遇 米妮在摆卖自己创作的插画 两个人尴尬地攀谈了两句 最后米妮送给了她一幅自己的漫画 然后眼神坚定地和她握手 对她说再见 电影的最后 米妮与妈妈在装饰复古的酒吧听音乐 妈妈穿着精致长裙 妆容精致魅惑 米妮突然意识到 她一直以为自己想变得和母亲一模一样 但是母亲觉得自己需要一个男人才能快乐起来 而我自己就能使自己快乐 也许快乐从来不是关于被爱 每个人都应该试着爱上自己的不完美 爱上他们后 会惊喜地发现曾经的烦恼 竟然是让自己与众不同的小性感 并不是只有别人可以让我们快乐 真正的快乐 真正能让自己内心充实的是自己 是自己这颗对生活热爱的心 是因为想要让自己过得更好 所以不必要浪费自己的青春 人的情感那么难以预测 不如好好走自己的路 爱爱自己的身体 爱爱自己的大脑 爱爱自己喜欢的事情 不起求别人的爱 你才能不卑不亢地活着 你才能不受别人情感的控制 真正的独立是来源于内心的平静和安宁 不管谁在你身边 不管谁不在你身边 你的日子还是要好好过 没有人来爱你 自己爱自己 你就不会想要别人的爱了 那是多么强大的力量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戴妹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